各位动靠的学生朋友大家好 我们接着来看第三章第四节的分析程序 分析程序我们在本章第二节有一个图 我们把左边的这个ABC叫总体程序 把右边的用眼睛看的用嘴巴问的 用手机重新计算重新执行的核分析程序 叫具体审计程序 那么第三章第四节是打开分析程序 注意 第三章第三节是打开含证这个程序 那七种具体的程序 第三章第三节是含证 第三章第四节是分析程序 对 所以我们说第四节分析程序 咱们要还原它是七种程序的一种 这个图我们在第二节已经给大家讲过 在轻松过关一里面也有 大家拿着这个图给自己讲清楚 多讲一下就就明白了 那么分析程序我们要放在这个图干嘛 大家看看 我们分析程序可以用在哪里呢 图3-10请看图 分析程序可以用在风险评估程序 实质性程序 还有总体符合 好 那么第三章第四节风险评估程序 实质性程序总体符合 总体符合呢是18章第1节 实质性程序呢在第8章第4节 风险评估程序呢在第7章第2节 那么我们现在是第三章第4节 为什么要介绍第7章第8章18章的内容呢 实际上他是在谈第三章当中的某一个程序 所以他放在第三章对吧 是这个道理 好 那么我们分析程序用于风险评估程序 用于实质性 用于总体符合 请注意他的表达有一点审计的习惯 他说用着风险评估程序的分析程序 或者我们这么说 分析程序用于风险评估程序 分析程序用于实质性程序 分析程序用于总体符合 这一节的主题是分析程序 分析程序用在哪里呢 三大环节要用 第一 风险评估程序 第二 实质性程序 第三 总体符合 它压根就不是第三章第四节的 所以在学习这一节的时候 你有一点难受 为什么呢 它其实是为了介绍 七种程序的第七种分析程序 它已经 蹦蹦跳跳到了 第七章第八章第十八章了 所以 这个分析程序的内容需要大家 居高拧下去看它 对 好 接着我们来给大家用文字表达 分析程序可以用在三个环节 各位同学 这都是要 你通过图 你一定要能说出来的 可以用着 可以用着 可以用着的可以 它其实还有一个意思 话说回来 那我们在风险评估当中 就用分析程序这一个程序吗 No 它是结合询问观察检查来问的 各位同学 假定说 分析程序可以用着风险评估程序 所以啊 我画图画线 你来跟着老师一起说 分析程序可以用着风险评估程序 这句话是对的啊 那么 在风险评估程序当中 只用这一个程序吗 No 因为我们在第三章第二节给大家归纳总结了 管 检查观察询问 哪里都可以用 好 请看图 真的看清楚 所以分析程序要结合检查观察询问 也就是说 这三种加分析程序 共同用着风险评估程序 对的 好 请注意 再来看图 分析程序呢 不适合用于控制测试 因为控制测试是去测试控制的政策和程序 他没用 分析程序是评价财务信息的 所以他搞不定控制测试 所以我们说可以 这个用红色不能用 好 分析程序 可以用着实质性程序 但是 实质性程序 他要打开的 他打开分成两种 第一种呢 细节测试 第二种呢 实质性分析程序 知道吗 你看分析程序 用着实质性 他们就把它改了一个名称 叫实质性分析程序 对 好 各位同学 所以我们在这个图的背后呢 用文字来给大家写清楚 比如说分析程序 可以用在哪些环节 不能去想 不能说让我想一想 没时间想 所以我们平时就要搞清楚 用着风 可以用着风险民工程序 可以用着实质性程序 可以用着总体复合 对吧 好 他说可以用在 可以用在 可以用在三个方面 第二 在风险评估程序 和总体复合的时候 是应当运用 也就是说大家看啊 在风险评估和 总体复合的时候 不能不用 就是应当 不能不用 就是应当 好 第三 当分析程序 比细节测试 各位同学 他在说话 分析程序 用在实质性程序 大家一定要注意 实质性程序 它是一种组合 它要打开的 它分成什么呢 分成两种 第一种叫细节测试 第二种叫实质性 分析程序 那你什么时候 把分析程序 用作实质性程序呢 它有一个适用性 请看 适用性 有一句话 这句话 本身它是拿来 考ABCD的了 对吧 怎么说呢 请看 当分析程序 比细节测试 为什么要这样说 因为实质性程序 它要分成细节测试 和分析程序 它说 当分析程序 比细节测试 更有效的 将认定成的 检查风险 这个是检查风险 降到可接受的低水平 那么我就可以考虑 不是应当 是适用实用 这个是应当 这个是应当 这是适用实用 对 我可以考虑 单独和结合细节 这是运用实质性 分析程序 我的天啊 这都不是你熟悉的语言 对 好 下面呢 老师就给大家打开 分析程序 是什么 它的概念 它用的哪些环节 每个环节用的干什么 好 我们切入到具体的考点了 第一个问题 分析程序的概念 分析程序是指 住宅管理师通过 通过怎么怎么怎么 来评价财务信息的 好 你现在把它搞清楚 分析程序就是为了评价财务信息 评价财务信息两种 第一种怎么评价呢 不同的财务数据之间 不同的财务数据之间 大家是要去看 是说趋势的 或者是波动的 不同的财务数据之间 就算到了比率 增减变动 趋势 波动 异常的 好 财务数据和非财务数据之间 是找矛盾的 矛盾 财务数据是被审计单位 我审计前的 非财务数据 是被审计单位 内外部的 如果之间有矛盾 我就发现了异常 通过趋势波动 或者是通过矛盾 找到异常的 好 分析程序是什么 这个概念 我们在第三章 第二节七种程序里有 分析程序 第三章 第四节分析程序 专门打开它 分析程序是评价什么的 财务信息的 那么了解内控呢 用不上 因为内部控制是 政策和程序评价 控制测试呢 用不上 因为控制测试 也是去测试政策和程序 所以都用不上 对 好 分析的对象 大家注意 分析的对象 就是财务信息 就是说分析程序 去分析什么的 是财务信息的 因为它的定义当中 是对财务信息 做出评价 不是对控制的政策 和程序做评价 好 这是对象 提问 自问自答 所以呢 分析 分析程序 它分析什么 一定要自问自答 它就是评价财务信息的 好 那么怎么评价呢 这是沃特 你分析程序 是为了评价什么的 提问 财务信息 怎么评价呢 两个方式 不同的财务数据之间 财务数据和非财务数据之间 不同的财务数据算什么呢 比如说七末减七出 七末减七出除以七出 对吧 反正是算比率趋势增减变动的 去找异常的 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呢 是找矛盾的 好 那么你找出来一种两种干嘛呢 你来形成一个预期值 你来比较找异常的 怎么比较呢 比如说 我七末跟七出比 七出是以前年 以前期间的 比如说 我跟客户的预期比 比如说 被审计单位 他对管理层 有业绩考核 他要求今年的营业收入 在去年基础之上 增将增长15% 因为这就是管理层的一个 他绩效考核一个预期 还有呢 住者会计师审计 这个被审计单位 可能是连续审计 或者是审计过 被审计单位同行业 住者会计师预期 预测 预期数据 比如说 折旧的估值 估计值 住者会计师知道 折旧政策 比如说 被审计单位 他的某一类固定资产 使用年限20年 直线法 进产值为零 这是折旧政策 20年 直线法 进产值为零 住者会计师知道 我去估算你的本期的折旧费用 我把你本期的折旧费用X除以固定资产的原价 就等于5% 是不是 那你现在你20年 直线法 那你就是折旧率就是5% 5%就是我去估计固定资产核算 他的折旧核算是否正确呢 我把本期具体的折旧费用X除以固定资产的原价应该等于5% 如果刚好等于5% 我们认为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具体是OK的 因为根据你的折旧政策嘛 20年直线法进产值为零 预期值就是5%的折旧费用 那你实际的折旧费用除以原价等于5% 那就说明你固定资产的折旧的预期值 实际数给他一致没有错吧 还有可比的行业信息 比如说行业平均增长5% 被审计单位他增长15% 这个被审计单位15%偏离了行业平均 不是说一定不对 那么我们要分析为什么增长 是行业平均的乘以3呢 所以我们不是说 你不能高于行业平均 不是这个意思 你偏离了行业平均以后 我们就认为这个地方我要分析 我要去进一步确认 对吧 好 这个分析程序的概念 一句话好简单 其实不简单 请大家看 分析程序是作者快递师通过 有两种方式 不同的财务数据 算比率趋势增减变动 还有财务数据和非财务数据 去找矛盾或者是一致 要么矛盾要么一致 干嘛 它的对象是评价财务信息 怎么评价 就是比较 怎么比较 我跟以前的比 跟客户的预期 跟我的预期 还有行业的可比信息 好 总的来讲 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坚定起来 因为ABCD 它问的你糊里糊涂的 我只有把它的本质揪出来 我才能够理解 好 这个图呢 老师只是给你表达一下 那么文字要说明 因为我们审计的题目 要么是单选多选 要么是简单和中和 它全部有文字描述 所以我们懂了这个道理了以后呢 还要训练 就是说文字表达 好 请看 提出提出问题了 分析程序最终是评价什么 评价他 不是评价非财务信息 对 因此呢 他不能用于了解类控 和控制测试 因为了解类控 是了解控制政策和程序 控制测试是测试政策和程序 他们都是非财务信息 对 好 第二句话 分析程序通过研究 不同财务数据之间的关系 找什么呢 偏离 偏离以前的管理成预期的 还有异常的来对财务信息 做出评价 分析程序呢 通过研究财务数据和非财务数据 找矛盾 有矛盾的地方就可能有错吧 而这个内容呢 就是我们每年综合题 资料一集和资料二非考不可的 好 那么分析程序用在哪些环节呢 前面老师给大家画了图 是不是 用在三个环节 风险评估程序 实质性程序 总体负荷 这个呢 风险评估和整体负荷是应当用的 实质性程序的时候要有条件 什么条件呢 他有一句话 当分析程序比细节测试 能更有效的将任命程的检查风险 降到可接受的低水平的时候 那么我就用分析程序 那我就将分析程序 我就将分析程序用于实质性程序 否则我划不来 没有效果 对 好 这些问题大家注意啊 自问自答 有三个环节 第一个风险评估程序 是应当用的 总体负荷是应当用的 实质性程序是有条件的 他就要说当 或者是说 如果 如果分析程序比细节测试 他要比 是吧 能更有效的将任命程的检查风险 降到可接受度低水平 那么 我就可以用着 可以用着 他就适用的时候我就用 对吧 好 风险评估程序是用了了解 basic单位 等方面情况的 哎 不用于了解内控的 这个问题是7.3 内部控制是7.4 好 总体复合在18章第一节 在我审计 18章是完成审计工作 在完成审计工作阶段 就是审计结束 或临近结束的时候 我进行总体复合 这个时候就是看 我完成审计工作前 根据我查出的错报 汇总 然后评价 是不是跟我以前预期的 了解的一致呢 如果不一致 那说明还有的错报 没有查出来 我要追加程序 对 好 这个内容全部都是文字啊 大家一定要自问自答 怎么问 第一 你就问自己 分析程序用在哪些环节 哎 风险评估程序 实证程序 总体复合 好 这一句话 第二 问 那用在风险评估程序 是干嘛的 你说是了解评估的 用在实质性程序 是干嘛的 用在实质性程序 就是去降低 检查风险的 用在整体复合呢 去看要不要追加的 自问自答 大家注意 怎么来理解呢 风险评估程序 用在哪环节 纵向看 那么 每一个环节怎么用 横着看 对吧 用一个矩阵的思想 纵向看三个环节 每一个环节怎么用 横着看 好 横着看完以后 还归纳 整结 整结归纳 你看 注册关系是并非单独通过分析程序实现目的的 它是要结合的 比如说在风险评估的时候 它要结合询问观察检查的 在实质性程序的时候 它是分析程序的 常常是结合细节测试的 因为这一节的内容非常的抽象 它的文字呢 背后呢 又有准则和应用指南 又很权威 又很抽象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 好 比如说2022年考到这样一个选择题 请看分析程序 分析程序 它的目的 请注意 它可以用在哪些环节 用着风险评估程序 好 那你就问自己 你现在备考学习 你来问自己 用在风险评估程序干嘛 风险评估程序就是去诊断病情的 是了解评估的 分析程序用着风险评估程序 就是诊断病情 也就是了解识别评估的 好 那么 大家看 它用着控制测试 用不上 控制测试是搞不定 控制测试是正这个程序 是非财务信息 分析程序是评价财务信息的 搞不定 好 用着实质性程序 实质性程序 是降低认定层的检查风险的 你看 用着实质性程序 是的 用着实质性程序 就是将认定层的检查风险 降低到可接受的低线水平的 相当于它是应对病情的 对 好 选项第一 用着临近 审计结束的时候 对财务报表进行 总体符合 是的 那么用着总体符合 看 所以环节有三个 每一个环节干什么 一纵一横 对吧 要这么一个思路 就去回答 去问自己 不能轻轻悄悄的看书 一定要问 自问自答 对 所以分析程序呢 肯定是不能用着控制测试 也不能用着了解内控的 其实这都是结论 你把这些知识点归纳总结了 在考场上 这个就相当于送分题 送分题 就是老师在讲 机首班 洗底班 都会跟你讲的 送分题 要了解 请大家看第二个分析程序的单选题 2020年的 他说下来有关分析程序的说法 错误的是 请看 选项A 不需要在所有 审计业务中运用 这就要求大家hold住的 他就在误导你 他说 不需要在所有的业务中 所有的业务都应当运用 你看啊 所有的业务的什么呢 你看一下 请看 所有的业务的风险评估程序 和总体复合都要用 所有每一个业务 你要做风险评估程序 和总体复合都要用分析程序 但是不是每一个环节都用 比如说控制测试就不用分析程序 那是指环节 不是业务 每一个业务的风险评估程序 和总体复合都应当用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仅仅看文字没有图啊 你太难了 你太难了 你困难重重 对吧 有了图以后 你就知道 他这里坑你的 骗你的 好 请大家看选项币 某些重大写爆风险 分析程序比细节评估更有效 是的 好 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固定资产 预计使用20年 直线法提折旧 零产值 你看 他分析折旧费用有没有错报 很简单 我把本期的折旧费用除以固定资的原值等于5% 那就说明折旧费用计算没有错报 我根本不用做细节测试 所以这个时候分析程序比细节测试更有用 还有请听 比如说我们的贝斯基单位的银行存款 借款 他有合同的 他有利率的 比如说我的 我的这个每个月的利息 除以他的本金 是不是等于这个月的利率啊 无论是存款还是借款 你的利息除以本金是不是等于利率啊 比如说3.18% 我的合同协议里的利率是3.18% 那么我把本期的利息费用或者是利息的收入去除以本金 就是你的什么利率 那么你利率是3.18% 我除出来刚好等于3.18% 就像我们固定资产 你20年的使用年限直线法零产值 你的折旧率是5% 那我这个时候我用分析程序比细节测试更有效 因为我瞬间就知道这个利息费用计算对不对 这个折旧费用计算对不对 我不用做细节测试 所以这句话不是简单的说他对不对 而是你要举例 如果你能够举例 举一两个例子 你把过去学的其他的课程的简单的常识用出来 你这句话在什么时候考你都能够说是对的 分析程序并不使用于所有的认定 那当然了 多计少计适合 它的分类啊 它的权利和义务肯定不适合 分析程序所使用的信息可能包括非财务数据 因为分析程序包括两个环节啊 财务数据和非财务数据啊 那肯定包括非财务 你看分析程序 他研究不同的财务数据之间 还研究财务数据和非财务数据啊 他一定要找一个A组合一个B啊 A就是不同财务数据 B就是财务数据和非财务数据 对 其实他讲了这个每一句话呢 其实都有画面是不是 好 这个选项 D也是对的 A是错的 请注意 A是错的 为什么错 老师在这里给你做了一个解释 他是说所有审计业务是指承接的审计业务 但是如果我承接 每一家审计业务都要运用分析程序 我都要在什么时候运用呢 刚才的图也讲了风险评估和总体复合 对不对 都要用 风险评估我要用 总体复合我要用 一定要用图去帮助你思考 好 接着我们把分析程序 你看啊 这是我们讲分析程序 用在哪呀 用在风险评估 那风险评估是干什么的呀 风险评估是诊断病情的 对吧 好 那么分析程序一定要用在风险评估吗 Yes 你看啊 在风险评估的时候应当运用 就是我们说的 应当运用 不能不用 应当的意思就是不能不 对 好 应当运用 那么怎么用呢 组团队 询问观察检查 结合使用 对 他重点关注什么呢 关注的是关键的账户趋势和比例 不同的财务数据之间 还有呢 财务数据和非财务数据之间 对吧 要找一个合理的预期 并且呢 要跟趋势比较 找偏离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 风险评估程序 它主要是诊断病情的 它在使用的时候有什么特点呢 请注意 就是主要的目的是识别那些表明财务报表存在中大戳暴的 异常的 它是抓大放小 抓主要矛盾的 这个时候的数据呢 是比较会总性啊 会总性比较强的 比如说 我审计2022年的 因为我全年的营收 2022年是5个亿 2021年是4个亿 那我算出来它的增长 2022年 基于上一年增长了多少呢 25% 对吧 所以它这个5个亿和4个亿 全部是会总数 会总数 对 好 那么分析程序通常包括账户余额的变化 比率 毛利率 大家最熟悉的 毛利率怎么来呢 我的成本 假定我的成本是 注意啊 成本是一个亿 你的收入呢 是1.8个亿 收入1.8成本1 那我怎么算毛利呢 收入减成本除以收入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趋势 它的趋势和比率 是不是 所以这些内容呢 大家道理是懂的 但是在审计当中要掐关键词 对吧 主要的目的是识别那些异常的 如果说没有异常的 我攒钱放着 我现在抓主要矛盾 然后它的数据的汇总性是比较强的 它是年末年初 今年上年 本期上期 这是汇总的 然后是算什么呢 余额的变化 还有趋势和比率 也就是有绝对数和相对数 比如说 今年的营收5个亿 去年的营收4个亿 那就增加了一个亿 这是相对数 余额 还有比率趋势 增长幅度呢 今年5个亿 减4个亿 基于上一年增长25% 对吧 好 这是第三句话 每一句话 你能够自己 要学会表达 但是你要先举例 举例来理解了 好 第四 我们在实质性分析程序当中 我们是认定成 那个时候的数据呢 不是汇总性的 不是汇总性的 所以这个与他相比 就是说 我风险评估程序是诊断的 我实质性分析程序 是降低认定成的 重大触发风险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的不足以提供充分 适当的证据 因为我在风险评估程序当中 去做分析程序 是诊断病情 至于说这个病情 躯体怎么样 我还不知道 到底严重程度怎么样 还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这个地方有病 是这个意思 好 用着风险评估程序的分析程序 比实质性分析程序呢 跟他相比呢 要区分 好 2022年 我们来看 他就有比较的 在风险评估 大家注意风险评估程序啊 就是诊断病情的 而不是把病情给的 病给的治好了 这个实施分析程序的目的是什么 识别 识别重大错误 风险的领域 通常不属于 那么识别 属于 发现 异常的 属于 识别 被识地单位持续进行能力的 那这个识别 持续进行能力 怎么识别呢 他也是就找 找 比如说 今年 去年是四个亿 今年亏损 十个亿 你看看 去年盈利四个亿 今年亏损 十个亿 那是怎么了 出现了 居额的亏损 假定说 去年盈利四个亿 今年亏损 一百个亿 那么 出现了 居额的亏损 那就有重大疑虑了 好 确定被识地单位 是否与我了解的一致 因为这个内容 是什么时候 总体符合 它是18章第一节 完成审计工作 我做分析程序 主要是根据我查出的问题 跟我原来了解的一无一致 它是18章第一节的 它不是风险评估的 它这个 这个是总体符合的 注意 一定要对比 好 请看16题 用者风险评估程序的分析程序 它的数据呢 汇总性比较强 对的 那么它的目的是识别 可能存在的异常变化 找波动 找异常的 通常不需要预期值 不需要预期值 你怎么识别的了 肯定要预期值才能够诊断 对吧 诊断 比如说正常的血压 假定说 是80到120 哦 你的血压是多少呢 140到180 这就是预期值 预期值 低压高压 80到120 那你现在的140 甚至有的到200 没有预期值 我怎么去分析它的异常和波动呢 所以这个肯定是错的 分析程序通常包括余额的 就是期末接年期初 还有呢 趋势和比率 也就是绝对数的比较和相对数的比较 好 每一句话 都是我们教材的 但是放在题目里 它需要你 抽象的文字 需要你能够理解它是什么 最好能举例啊 好 那我们分析程序用在第二个环节 就是实质性程序 你看啊 它怎么念呢 这句话怎么念呢 用着实质性程序的分析程序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将分析程序用在这里 我们用图 分析程序用在哪里呢 用在这里 一定要有图 有图了以后就帮你去表达 好 如果你用在实质性程序 实质性程序是一定要打开的 注意啊 实质性程序 实质性程序本身是包括A 细节测试 就像水果就要分开是苹果还是香蕉还是菠萝 实质性程序是水果 这个细节测试是苹果 还有一个就是分析程序 分析程序就是离子 苹果离子加起来叫水果 分析程序打开 分成细节测试 实质性分析程序 对吧 先要把它的逻辑搞清楚 那么你用着实质性程序 包括什么呢 因为实质性包括程序 包括实质性分析程序和细节测试 实质性分析程序应对的是什么 认定层次的重大触报风险 好 咱们来看 那么这有一句话啊 我们应当针对什么程序认定层次都应当实施五个字啊 实质性程序 五个字和七个字是不同的 请大家注意实质性程序和实质性分析程序两码式 实质性程序是水果啊 如果是水果 实质性分析程序呢 就是水果当中的 比如说 梨子 对吧 再看一遍 零技术的东西 实质性程序和实质性分析程序不同 实质性程序 包括细节测试和实质性分析程序 一定要分清楚这些概念啊 好 我什么时候用呢 有条件 当分析程序比细节测试能更有效 将认定层的检查风险降低到可接测的水平 那么我才有用的价值 否则划不来 但是呢 实质性分析程序 有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搞定某一个认定的错报 老师举例了 什么例子 比如说 利率 无论是存款还是贷款 你在银行的 在金融机构的利率 它是有合同协议的 它是固定的 那么我把利息 收入和费用除以本金 就应该等于利率 那你在做什么 我在做实质性分析程序 所以 这个程序不仅是细节测试的补充 在某些领域 你就要举例 老师跟你举例了 如果风险较低 钱有稳定的关系 因为一个银行的存款贷款的利率 是有稳定的 不能经常变是不是 变了以后也是稳定的 好 可以单独 比如说固定资产 你近两个例子 一个利率 一个折旧率 折旧率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被审理单位 A类固定资产 预计使用20年 零产值直线法 这是它的折旧政策 那么它的折旧率 就是5% 那我这一类固定资产 本年要具体折旧 记得多少 X除以固定资产的原值 就等于5% 那是对的 如果是5.1% 错了 多提了 这就 对吧 你怎么知道 很快知道 所以分析程序 不仅是一种补充 在某些领域 它可以什么 它可以单独发灰 发光发热 它可以拯救流浪的地球 你知道吗 在某些领域 它可以拯救 注意 这个运用的条件 两句话 它有什么局限性呢 有的 认定不适合 因为它是评价财务信息 有的认定不是财务信息 跟细节测试比 它的精确度 有的时候受到限制 所以它提供的是 间接的证据 好 下面请看 2022年 它考到了七个字 实质性分析程序 邻居主的同学 一定要咬文脚字 老师反复在说 实质性程序是水果 细节测试是苹果 这个实质性 分析程序是离子 是一种水果 实质性程序 五个字是水果 实质性分析程序 是其中的一种水果 具体的 对 好 那么这个题考察什么呢 实质性分析程序 它一定要和什么比 和细节测试 请看 细节测试 能够比它更有效的降低 检查风险 你觉得是吗 不是 有的时候 实质性分析程序 老师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利率 一个是择救率 直接用实质性分析程序 就会拯救流浪的地球 厉害吧 它可以单独使用 搞定 好 所以A是错的 它意味着 实质性分析程序 比不上细节测试 不是的 有的时候 实质性分析程序 更能有效的将认定层的检查风险 降到科技时的低水平 是的 这个错了 这个答案是A B呢 在某些情况下 实质性分析程序 也可能获取 是啊 刚才举例了 两个例子 让你记一辈子 让你一辈子有用 哪两个例子呢 这个就利率 利率 对吧 它就是预期值 如果你本期的折救费用 除以固然的原价 等于5% 那说明你折救费用X OK 没有错吧 如果你本期的 利息收入或费用 如果是存款 就是收入 如果是贷款 就是费用 除以本金 你就等于利率 那你这个X是对的 其实还有租金 租赁 它的如果合同协议 每年是多少 它也是 租赁费用 也是有合同规定的 对 我们必须是要举例啊 因为审计是抽象出来的 它是来源于实物的 我们现在看这个抽象出来的东西 要把它打回原形 孙悟空的金箍棒 要学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一金箍棒把它打回原形 所以这个选项A错 选项B是对的 因为你肚子里有利益子 是不是 你就可以了 实质性分析程序 并非使用于所有的认定 当然 实质性分析程序 可能 可以降低成本 是的 你看我们刚才讲的 折旧率 利率 它很快的就知道 折旧费用和利息费用 有没有错报 它大大提高什么 提高这个 降低成本和 降低风险 对 所以这些道理你懂了 ABCD你还训练自己 下面我们来看 2019年 实质性分析程序 实质性分析程序 ABCD 哪一个错误 请看A 实质性分析程序 你们在看书 老师听老师的课的话 你嘴巴要动 实质性分析程序 实质性分析程序 你在考试的时候是机考 你有的时候还敲出来 在电脑里打出来 实质性分析程序 七个字是一个专有名词 拔大的经觉度 低于细节测试 YES 请看选项B 实质性分析程序 提供的证据是间接证据 这句话是对的 这是OK的 但是他说了一句话 无法为某些认定 提供充分适当的证据 肯定是错的 因为老师给你举了例子 让你记一辈子的例子 折旧利率 对吧 只要是我本期的折旧费用 除以固定的原值 等于折旧率 我很快就知道 本期的折旧费用是对的 如果它不等于5% 那就是错的 所以他说 无法为相关认定提供 错了 我可以举反面的例子 他就可以啊 刘老师还讲了 这个实质性分析程序 太有用了 他可以拯救流浪的地球 对吧 给你举了这么一个 夸张的手法 对不对 羞耻手法 夸张了 对吧 好 选项谁 实质性程序 并不使用于 所有的报表的认定 是的 他增减变动的可以 他的权利和义务啊 不适合 可以为某些认定 同时实施 是的 好 选项比错了啊 实质性分析程序 不仅是一种补充 在某些情况下 他就非常的厉害 他可以来拯救流浪的地球 对 那我在实质性分析程序的时候 我要考虑四个因素 这个一定是难点 而且呢 要背 这就是一个多选题 实质性分析程序 在运用的过程 那么考虑哪些因素 第一认定 第二数据 数据当然也可靠 不可靠 算得百算 第三 预期指准确程度 第四 可接受的差异额 各位同学 这要考综合题了 在综合题要考 所以打开 实质性分析程序 在运用的时候 要考虑四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 认定 言外之意 言外之意 不是每一个认定都适合 采用实质性分析程序 不能解决 好 评估的风险越高 你谨慎使用 各位同学 因为你毕竟是分析 如果风险比较高 说明它的数据不可靠 你就用了这个计算 得到了一个趋势 可误导你 风险高 被你单位 重大冲爆风险高的话 它的数据不可靠 因为我最近 最终分析程序 是要评价数据的 它那个数据是错的 我根据错误的数据 就会得到一个错误的趋势 误导了自己 所以这就是它的适用性 或者是它运用它的条件 好 针对同意认定 实施细节测试 实质性分析程序 可能是适当的 可能是适当的 可能不适当 对 对同意认定啊 好 第二个问题 数据 大家注意 谈数据的可靠 可靠性呢 是从两个角度 一个来源 一个数据的性质 什么东西可靠 都是怎么来的 决定它的可靠 它是什么性质的 证据决定它的可靠 你傻傻的都要这么想 比如说 如果信息 这个数据是在一个 一个信息系统 与信息编制的 这个系统啊 是设计有效 有效运行的 这个数据就可靠 那我就可以保证 信息的完整 准确和有效 这是第四个 第三个呢 这个可获得信息的性质 和相关 第二个呢 可比 第一个呢 来源 这个是一定要背的 一定要背的 数据的可靠 从四个方面 第三 准确 因为我分析程序 我要准确 怎么能保证准确呢 我评价预期的准确程度 首先还是有一个问题 我评估的风险 我计划的保证水平 能够 在满足我这个保证水平下 我来讨论 对吧 好 我怎么准确呢 预期结果做出的准确 最准确的是什么 就是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 大家记住啊 这是一个什么梗 百分之五就是预期值 什么预期值呢 二十年过地资产使用连线 预计使用二十年零产值 直线法 你说它的预期值是多少 百分之五 所以对于预期结果 做出预测的准确 要准确 要可分解 可分解的程度 还有呢 可获得 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 可获得 这样的情况下 我的预期值才是准确的 比如说 我二十年零产值直线法 你看 我的预期值就是百分之五 没有第二个数 如果 我到银行的存款 借款 它的预期值是可获得的 是合同协议的 合同协议那里的利率 对吧 这就是利率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租金 租金 租赁的费用 我可获得 因为我有合同 这个预期值 第一个是准确 第二个是可分解 第三个是可获得 好 第四个问题 我评估的风险越高 我需要 获取的说服力呢 就越要有说服力 对不对 那么可接受的差异额呢 就越低 这个是反着的 风险越高 问题越严重 我可接受的差异额 就要谨慎一点 就越低 好 第二个问题 考虑重要性和计划的保证水平 重要性就决定了我的 可接受的差异额 比如说实际执行的重要性200 你这个差异额就不能超过200 保证水平越高 你的可接受的差异额就越小 对吧 比如说 有的同学参加主化审计考试 他要求80分 他要求太高了 那么你保证程度 你不但要过审计 还要高分过审计 那么你就 你这个可接受的差异额呢 就小 那你程序呢 就多 请听题 你看实质性分析程序是需要对已记录的金额 已记录的金额就是账面 你就要翻译一下 或比率 做出预期 就是被你当委的账面 错了多少 是有错报 可接受 那么这样子 我做预期的时候 我就要使用数据 比如说我的择救率 就是预期 我有数据吧 有 这个数据呢 下面呢 与做出预期数据的可靠性无关 那就有三个有关 那么三个有关当中 请大家注意 来源 有没有啊 来源肯定有关 但是这里没有来源 这个信息可比 控制 相关 可分解呢 大家注意 可分解不影响它 那影响可靠的有哪些呢 第一个 来源 只要证据信息可靠 你就在来源性质 可比 你不可比的 你这个数据没有价值 还有相关 还有呢 控制 好 最后一个 把分析程序用作总体复合 是十八章第一节 完成审计工作的时候 是应当用的 好 告诉自己 应当用的 用来干什么呢 你看啊 在什么时候用 应当用 在什么时候 审计结束或临近结束时 十八章第一节的啊 怎么用 那么这个时候 我跟风险评估程序相比 我的手段也用到 询问观察检查分析程序 好 这是相同点 他主要强调什么呢 根据我们从第二章 接业务到做计划到十八章 我外勤工作都做完了 各个项目组 各个项目组成员来汇总 然后查出的错报 跟我原来了解的是不是一致 如果不一致 查出的问题远远超过原来了解的情况 就说明我还有重大错报没查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谨慎 谨慎的结果就是什么 要追加程序 因为我们到完成阶段发现的问题比原来预期的要严重 而我整个前面的程序是做了一个选取项目的测试 有的并没有全部申请 所以我就很谨慎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就要考虑要不要重新评价 之前的程序是不是不充分 我要不要追加 所以总体符合呢 你只记两个字 如果再用于总体符合 最后回答 要不要追加 对 要不要追加其实就是补救 最后补救 要我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去合理保证 因为我在18章第一节完成审计工作了 我外勤的工作都做完了 汇总的情况发现 哎呀 根据我查出的问题比原来预期的要严重的多 我以前预期没那么严重 所以我要重新评估这个程序够不够用 是不是不充分 要不要补救 好的 那么分析程序 用在实质性程序的时候 虽然它有实用性 但是在考试的时候 它在综合体里体现 所以这一章的主观题呢 重点是综合体 请看这个例题当中的资料 是进一步审计程序 请看这个事项 A注册会议师采用 实质性分析程序 诶 实质性分析程序 大家注意啊 是它 实质性分析程序 那去测试了甲公司 2018年度的借款利息支出 我们看到了熟悉的表达 折旧率假定是5% 比如说借款利息支出 有一个合同协议 假定说它的利率是多少呢 3.2% 假定啊 好 那我发现呢 已记录的金额 与预期值之间呢 存在 就是说我去算这个利率啊 发现有600万的差异 好 可接受的差异额是500万 那说明它超过了可接受的 那现在这个问题 大家一定要理解啊 有的同学说 它是600 超过了500 就相差100 那就把这个100减掉呗 回答不是这样的 只要它超过了可接受的差异额 它的红灯就要亮 亮了以后呢 十字印分析程序搞不定了 它要做细节测试 所以这个时候 请注意理解啊 就是说可接受的差异额是500 只要你的差异额超过了这个我的可接受的 那就要报警 那红灯就亮了 因为你超过了你600 超过了我的可接受的差异额 可接受的是500 你超过了我的500 就说明通过我分析程序 扫描你的这个有病情 那什么意思啊 现在的问题不是调 就是说那我把600减掉100 刚好等于500 坚决不是这个思路啊 那就报警 这个里面要用药了 知道吗 我应当调查 原因 总之你超过了我的差异额 那么我要进一步调查 是什么原因 所以这个一定要搞懂这个啊 经常考 经常考 好 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题目 也是在资料4 进一步实质性程序当中 他说到 我采用实质性分析程序 来分析运输费用 那么运输费用的账面金额 就是已记录的金额 大家注意 贾定是X 它低于呢 预期值500 但是它没有说差异额 就是说 你已记录的定额 要低于什么 是低于预期值500 对吧 那你是多少呢 预期值是500 你这个费用 它没有说差异 它只是说低于 那么该差异额 又低于实际质性的重要性 这里在偷换概念 应该是低于什么呢 应该把差异额和可接受的 他说低于并没有说差异额 你要把差异额 跟什么比 跟可接受的 你不能跟 不能说低于实际质性的 这就是偷换概念 那么我们上一个题目就说的 要清楚一点 就是说如果 您记住的同学做这种题 那肯定是一头雾水的啊 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个题 我的借款 利息支出 已记录的金额 就是账面的 和预期值之间的差异额 存在600万的差异 我已记录的是X 预期值是Y 那么X减于Y呢 你有600的差异额 你这个600呢 你大于了我可接受的500 所以呢 你有低血压和高血压 应该这么比 好的 那么第三章呢 它有四节内容 大家下载讲 也进行问过啊 第一节 审计证据的性质和特点 第二节 七种程序用在三个环节 第三节 其中的寒症程序 有五个点啊 有一个图 第四节 分析程序 它各就各位 前面两节呢 是单选多选 这两节呢 可能考简达和综合 也有单选多选 第三章非常重要 考试的分子高到八分 所以它前两节 就是单选多选 第三节 简达综合也有 第四节 单选多选 简达综合也有 对 好 第三章 审计证据 这一章呢 我们在基础班的内容 就各就各位 各节给大家讲到这里 大家辛苦了 谢谢各位 是的 谢谢观看